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 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 孔子说不换卦而换国军不换贫而换国安宇 孟子说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 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的大体社会状态